我们老师做一个恐怖的心理测验 我们就来测我的幸福 就在眼前了吗 大概还要多久或者是 到不了 感知线只有两岔的要玩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就是国外想象题 国外某地区发生了空袭警报 天上降下来了某个物品 你猜是什么 我们有四个选项 A的选项是食物 B的选项是烟雾蛋 C的选项是防毒面具 B的选项是棉被 直觉来选 小心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幸福就在眼前了吗 选择A选项的现场有 爱飞老师还有笃灵哥 选到这个选项食物的 你们现在是 掌握幸福 众人宠爱早已幸福 好了 两次来也是很幸福的 好对 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对象 其实现在的你 当下的你 其实就已经是幸福的 因为你自己 不一定是对象对他的爱 没有对象也可以幸福 就是靠我没有想 就是对的 很多贵人他们一起跟着宠爱你 包括你的亲人也好 家人也好 或是你的爱人也好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宠爱你 所以呢 其实你早就已经幸福了 不用等待你 我享受的寂寞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B选项 烟雾蛋的 好 现场有佳萱 还有汤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未来这个幸福在哪里呢 信念不足 害怕失去还要很久 原因在于什么 你的信念当中 你的内心有很多 对于感情当中的恐惧 会选到这个选项的人 大部分对于过去的情感 有很深的恐惧跟伤害 而这个伤害呢 存留在他心中 又会产生阴影 不是说一下子你幸福 就会散去的 这个幸福需要很久很久的历练 很多很久很久的经历 来告诉你说 你不要再害怕失去了 你不会再遇到 以前遇到的那个事情了 只要你信念是充足的 你现在能够享受幸福的 那么你就可以屏除掉 不幸的开始 不幸的未来 你就可以想办法让自己 譬如说还有很久 本来才能幸福的 你就可以当下当机立断 现在就能够幸福 所以现在能不能幸福 是取决于 你能不能把过去的那个阴影 跟那个信念增强 把过去的阴影抛除掉 那个非常重要 因为有的人 他是有情感受伤的 他就一辈子害怕 不能够珍惜现在眼前的幸福 他会想到说 我会不会又失去了 以前那个也很爱我啊 可是后来还不是不了了之 内心的恐惧如果没有去除的话 其实很难幸福 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选择西选项的防毒面具 现场有小小鱼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把握幸福 珍惜当下马上下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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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是非常幸福的朋友 而且呢 要能够懂得把握当下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一定要珍惜 现在眼前的幸福 感恩对方 这么爱你 这么宠溺你 然后呢 你会发现自己 越来越幸福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第一选一下棉被的 怎么会选棉被 现在夏天了 他说空 空袭耶 空袭 那这时候 大家都是很恐慌的 现在夏天空袭 你为什么要掉棉被呢 我跳头 要抵押兵就蛮紫糕的 好好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的幸福 就在眼前了吗 静存姐选到这选项 来看一下 遇见幸福 养生健康 直见幸福 到我这个时候 就变养生 他现在其实是已经遇见幸福 也看见过幸福 也经历过幸福了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生健康 因为要陪对方一辈子 要陪对方更久 所以不单单只是两个人能够幸福 能够健康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呢他们已经会越来越幸福 逐渐幸福 就是幸福已经过去了 现在可以享受两个 老的啊 马仔要吃饭 让这个幸福能够延长 给大家参考